冰雪奇缘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,15岁的少女柳雪儿漫步在雪地里,突然发现了一个躺在雪地上的年轻男子。 她看起来失忆了,但却是一位先锋到谷的青年,深得蓝姿玉植,笑容如清风明月,聪慧非凡,颇具修养和教养。 柳雪儿对她的出现感到好奇,于是将她带回了家。 渐渐的,这位失忆的青年开始适应了柳家的生活,并展现出了她惊人的才华。 她看什么一眼就会,学什么一点就通,甚至还能预知未来的事情。 柳雪儿被她的聪明和温柔所吸引,渐渐地对她动了情。 极致柳雪儿激励那天晚上,她偷偷溜到了失忆青年的窗下,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心意,希望她愿意入坠她的家,和她一起度过一生。 青年笑着答应了,表示愿意成为她的丈夫。 从此,柳雪儿和这位失忆的青年成为了夫妻,共同生活在一起。 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,情色和鸣,恩爱如蜜。 青年的失忆逐渐恢复,她的身世也逐渐浮出水面,原来她是一位来自远方的仙人,因为一场意外失去了记忆,被流放到凡间。 柳雪儿和丈夫相互扶持,共同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,彼此成为对方最坚强的支柱。 他们的爱情犹如冰雪般纯净,经历了风雨的洗礼,却依然坚韧不摧。 最终,他们携手走过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,共同享受着幸福的生活。 在这个故事中,柳雪儿和失忆青年之间的爱情充满了奇幻和浪漫,展现了爱的力量和意志的坚强。 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段美丽动人的冰雪奇缘。